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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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由2006年開始申請 到2017年11月才派到一間420尺的工屋給我們 本身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但是裝修這裡做得我自己很不愉快 2017年12月11日 和謝先生負責人簽訂裝修合同 整個工程就是20萬 即日我們就給了8萬元上期給他 直到12月25日 我們就發現 牆是不直的 門是對不到門框的 就找謝先生出來談 謝先生就說回去拿圖紙 到現在都沒有回來 簽訂單 簽訂客同到現在 那間裝修公司都沒有幫我 報過房屋處和烏魚處換槍工程 從頭到尾都沒有幫我換槍 這堆東西就是 2017年12月25日 那些工人走了之後 留地的 裡面有一些工具是 錘仔和螺絲批的 我們有通知他過來擲 他都不來 到2018年3月16日 那我就找了律師 出了律師送給他 叫他過來擲工具 他就說這些工具是很借錢的 不讓我們調 不讓我們處理 那他自己又不來擲 現在一間門口是親車家 一間房間站住 這裏就是之前那間裝修公司 製造牆 這就是門口位 前後是欠了三寸 那個門是斜的 是對不到門框的 這裏就是我女家睡房 那牆很明顯又是歪的 前後又是欠了三寸 額外給多20萬 其他裝修公司過來擲手尾 我何時欠你12萬呢 那你10個納葉扣買 那你給100萬 那你給100萬 那就還差12萬 收到這間工具真的很開心 誰知遇到一個門梁的裝修公司 收了我8萬元 做了5天就走了 錢就追不回了 誰知現在就要給收數公司收我12萬元 錢真的有血有汗 真的很慘 我們去過他在卡片上提供的地址 在旺角和觀騰的店舖 都是長期落窄的 電話都是長響不通 是否自行找你來收數 是否自行找 我留下三次到你 是 這條數還未有 還未打算找 我不覺得我欠你錢 我找什麼給你 我想找這個謝堅明 如果謝火局呢 我不會 因為有一個謝堅明的 根據公司註冊 他也是用你港東道的地址 1184號的地址 來做他的登記 但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人用這個地址來貨物 來這間31號的財丟口 平時有開門有沒有開閘的 你有見過的 有見過的 還有我 總共返領